大家好,我是小曾 我们在夜间开车时 最讨厌的就是一直开着远光的司机 到了你的车跟前仍然不变光 让对象车辆看不清楚路面的情况 就非常难受,也非常危险 这些司机朋友可能不是故意的 而是对我们车辆的灯光并不熟悉所导致的 下面所中就给大家说一下 车辆上所有灯光的使用方法 除了大众和福特之外 将灯光的旋钮设置在方案盘的左侧 其他大多数车型都是通过这种灯光波杆的形式 在方案盘的下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可能他们波杆的形式不一样 但是上面的标志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灯光波杆OFF 就说明我们灯光是关闭的状态的 往下OUT就说明我们这辆车 拥有自动大灯的功能 它就会当天比较黑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打开四宽灯和大灯 但不会帮你自动打开这个前五灯和后五灯 还有近光灯和远光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两个小眼睛眨呀眨的 就叫四宽灯 当我们打开四宽灯的时候 这上面会有显示的 这就是四宽灯的标志 下面我们再往上拨一下 这就是汽车的大灯了 汽车大灯前面是不同于这是五灯的 这是前五灯后五灯 而这个是大灯 当我们打开大灯的时候 我们往下拨一下 就是汽车的远光灯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仪表盘上就会有蓝色的远光灯的标志 这个蓝色的是有区别于其他的绿色的 红色的黄色的 这个意思就是更醒目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汽车大灯啊 它是不能随便开的 只能在没有路灯 照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才能开 如果遇到汽车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我们这个远光灯给关死 而我们往上挑一下 就是往我们方眼盘这一侧呢 挑一下 那么呢就是闪一下我们这个远光灯 松开之后 这个远光灯自动就熄灭了 再看一下 这个呢在大灯的标志上 上面有个波浪线的 朝前就是前雾灯 朝后就是后雾灯 我们往先拧一下 此时我们就打开了前雾灯 这个地方会有显示 这就是前雾灯的标志 而我们再往后悬一下 它自动回位之后 就说明前后雾灯全部都打开了 我们只需要再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这个雾灯呢 只能打开前雾灯 或者前后雾灯都打开 不能只打开后雾灯 因为前雾灯是标配的 后雾灯呢是可以减配的 我们在使用这个汽车远光 闪光功能的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打开汽车大灯 我们呢依然可以是闪灯的 它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呢 就是提醒前方车辆的功能 比如我们在超越大货车的时候 可以先闪下灯 提醒前方车辆就不要再变道了 或者是自己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可以使用闪光提醒前方车辆进行闪躲 除了汽车灯光波杆之外 还有调节仪表盘亮度的按钮 可以看一下这个标志 大家认识一下 当按下减号之后 汽车的灯光 仪表盘灯光就会变暗 如果觉得太暗 我们看不清的话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加号 这样的仪表盘的灯光就会慢慢变亮了 除了这个按钮 还有一个调节汽车大灯高度的一个旋钮 可以看一下这个标志 它只能调节汽车大灯近光灯的高低 0,1,2,3 三个档位 汽车载重越多 或者是我们汽车上乘坐的人数越多 这个数字就应该越大 如果是一个人在开车的话 我们调到0就可以了